宅男女生安心雅之前传出转型不漏了 但这回她接下了内衣广告 大方秀出好身材 活动现场还和粉丝玩起了互动游戏 这样状况我们就联系给记者简婉如 主播各位观众 艺人安心雅今天下午在台北的西门丁出席代言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安心雅穿着这个粉红色的内衣呢 秀出了傲人的双风 还有一双修长的眉腿 而这个造型呢和之前她转型当歌手 包紧紧的服装穿着实在差很大 安心雅又再次大解报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看场合穿衣服 今天是内衣活动 所以就是穿这个代言的内衣这样子 对 那你刚刚有说就是女生减肥胸部都有一衣不见吗 对不对 那有什么方法教大家刚刚有说吗 喝豆浆是最有效 就是减肥的时候不会瘦到胸部 然后要勤按摩 就是洗澡的时候还有睡觉前 好的 其实这个宅男女生安心雅呢 这个两个月来呢是疯狂的抢签 这个代言活动呢是接不完 待会呢还要赶去这个签唱会 而预估呢 她这两个月就接下了20场活动 25场校园演唱呢 还有30场的尾压 活动呢已经排到明年的1月底 预估呢已经吸金了千万元 而安心雅也说呢 自己明年最想要的呢 就去好好的放一个假 而她也堪称呢 是今年最会赚的宅男女神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谢谢宛如我们也看到安心雅 但言内衣大秀好身材 来自台北今天的最新消息